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1月8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的清晨弥撒讲道中 为许多从父母那获得脏面包的青年祈祷 教宗说 这是受贿和贪污的收入 他们渴望尊严 因为其父母的不义行为 夺走了他们的尊严 教宗方济各从不义管家的比喻出发 谈到世俗精神 他的运作方式及其危险性 耶稣曾祈求天父 使他的门徒不置在世俗中堕落 教宗说 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敌人时 我们一定会先想到魔鬼 因为正是魔鬼在伤害我们 魔鬼所钟爱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是世俗 根据世俗的价值生活 福音中的管家便是一个世俗的例子 你们可能会说 这个人做了所有人都在做的事 不是所有人 而是某些企业管理者 公务人员和执政者 或许不是很多 但他们的营生之道 几乎是投机的态度 教宗继续说 受贿的陋习是世俗的习惯 是一个重罪 这个习惯不是来自天主 因为天主命我们用自己的诚实劳动 为家人赚取面包 那么这个管家如何做呢 他把脏面包带给他的子女 或许他的子女在贵族学校上学 在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 但是他们从自己的父亲那里 得到了肮脏之物 因为他们的父亲 把脏面包带回家的同时 也失去了尊严 这是一个重罪 也许从一个小小的贿赂开始 但受贿如同是吸毒 受贿的习惯将变成一种依赖 教宗就福音中管家的精明 向参理信友表示 如果有世俗的精明 那么一定也有基督徒的精明 赶紧采取补救行动的精明 教宗说 在补救行动中 不可有世俗的精神 而要秉持诚实的态度 正如耶稣教导我们的 你们要鸡颈如同蛇 淳朴如同鸽子 教宗强调 将这二者集合起来的 是圣神的恩宠 因此我们要祈求这一恩宠 之后教宗提出了弥撒祈祷意象说 或许在今天 我们应该为所有从父母那 得到脏面包的少年和儿童祈祷 他们也是饥渴者 是渴望尊严的人 求主改变这些受惠女神的崇拜者 让他们意识到尊严来自当之无愧 诚实情恳的工作 而非那终将夺走一切的投机倒靶之术 教宗最后引用福音中的一则劝语 结束他的弥撒讲道 那个有许多粮仓 且粮仓里堆满粮食的人 却不知天主今夜就要锁回他的灵魂 这些可怜的人在受惠中失去尊严 得到的不是他赚取的钱财 只是尊严的丧尸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 这些使 cautious 这些人的帝王 而这些人能超越能力 那是相信 这些刀的时候 这些人的我们算论 这些财产 我们成年底ahl 那些公司的工作 这些人理不确定 像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